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来在新闻当中高频出现的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作为两栖船舰庞大家族中的一员 不仅可以进行包围袭击夺战试探 还能够进行海陆救援 可谓是战斗力与救援力兼具 铁面与柔情局一一身 目前中国新一代的两栖攻击舰正在研发当中 中国正在研发新一代两栖攻击舰 11月13号在央视四套节目中 评论员尹卓少将首次公开表示 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一代的两栖舰 尊位很大是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有分解指出 这种能搭载多种登陆装备的两栖攻击舰 其核心能力主要是海空一体投送 可谓战斗力与救援力兼备 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两栖攻击舰在登陆作战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两栖攻击舰和我国现役的两栖作战舰艇相比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直升机搭载数量多 甚至能够搭载垂直起降的战斗机 因此在实施垂直登陆作战时 它具备更强的火力 这对于岛屿争夺战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